我要喝酒 太后你好喝休息 萨宝 向无臣怎么还不来 你要陪哀家喝酒 好 太后 侄儿有言相劝 酒少饮则安 多饮则伤身 不 我还要喝酒 太后年事已高 还是好好保重身体 修身养性 兄长 我们还是让太后好好休息吧 百官还在瑶光殿庆祝 不如微臣先陪皇上出去 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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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锁 别动 宇文雍 装了这么多年 寡人倒要看看你的真心 你说 是要大洲的江山 还是要原青所 宇文雍 你不要听他的 别乱动 你要是不听话 原青所 就会毁在你的手里 宇文雍 你忘了当年 哀家对你的救命之恩了吗 你忘了 你对叔父的诺言了吗 你就放了皇上吧 住口 今天是我们两个男人的事 我不想连累无辜 给自己两个了断 母后 儿啊 请坐 宇文雍 对不起 我 我只是担心你 宇文雍 我佩佩你 为了夺取江山 你忍得这么紧 好啊 我宇文雍 今天就跟你做个柳断 宇文雍 宇文雍 你不要 只要你放了太后和青所 还有宫里的所有人 我就随了你的心愿 你从这里出去 就可以召告天下 遗诏流传 有你 既成皇位 有气概 宇文雍 看来你是爱美人 胜过爱江山 宇文雍 宇文雍 只可惜 大昼的江山 落在了一个奸臣之手 宇文雍 这是你的命 竟然想凭一己之力 来杀我 你真是小看我宇文户了 如今 宫中侍卫 十之八九 已经被我调换 所有高手 也被我派人阻拦 不孝一刻 就算你不出手 大昼的江山 也是属于朕的 是 成王败寇 宇文雍 来啊 来拿朕的命 宇文雍 我 宇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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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君你在已死 已等器械投降 否则杀我射 宇文勇 皇上 皇上 宇文勇 太医 快传太医 宇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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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蓝色的雨 冷冷落在心里 梦中的声音 冬结回忆 默默的守候 只为你 盛开在雪崖的花 温热今生的牵挂 温热今生的牵挂 岁月中的你 消失的脸颊 我却错过你年华 宇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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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回忆 梦漠的守候 只为你 走开 谁也不许碰他 谁也不能带他走 谁也不能带他走 你没有 年华 一定要这样惩罚我吗 你是要惩罚我 从来都没有 把你的心放在眼里 还是要惩罚我 现在才明白你的心 原有 星星 原有你醒一醒 你醒一醒 只要你醒过来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说过 你绝对不会丢下我 这一次 你也绝对不会忍心丢下我 对不对 你说过 若不信天 那便信你 我信你 所以这一次 换我 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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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 静索 你 你 老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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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朕让楚宗馆 准备了一条铁腰带 要不然 朕死是小 你要无辜为朕陪葬啊 皇上 马将军的队伍 开始冲击皇宫了 那遥光殿那边 朕的皇后 还有许多事情 要同朕一起面对 陪朕忙了这么久 伤了那么多心 掉了那么多泪 泪吗 那还不都怪你 这里 终究是你我的家了 明日你还有早朝 有的你辛苦了 新军刚立内奸乍楚 百废戴幸 皇上 咱可不早朝 你会是个好皇后 皇后 对 除了你 再没有其他人 可以做我大周皇后 皇上 楚灵溪楚总管求见 宣 是 宗官请 参见皇上 说 无妨 突厥使者今日进入长安 要求明日进见 是联姻的事 叫他们先于驿馆候着 等朕处理完国事再说 皇上 突厥大军已经聚集边界 恐怕 下去吧 等等 你刚才不是还说 内奸乍楚 百废戴心 现在 不正是与突厥 修好的时候吗 为什么 后宫干政 可是大罪 放心吧 朕自然会处理好的 皇上 兄长 庆祖 想跟你说说话 如今宇文户已出 大周江山出定 宇文雍 已登大宝 兄长 你的愿望 已经完成了 冬结回忆 梦默的手 只是我 我却不知道 该何去何从 在宇文雍 被宇文户刺杀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 心 有多疼 我却做过你年华 从来都没有 那么揪着疼务 可是 我 我却不想成为她的雷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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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尽是怎么样 我真的该走了吗 也许我走了 宇温柔 就可以放下一切 去守护大众 可是 我真的不忍离开这里 在这个国家 在长安城 有我太多太多的牵挂 宇温柔 才刚刚得到江山 看起来人心所向 百臣同心 但我知道 还有无穷的后患在等着她 她一点都不轻松 突厥大军压境 看似要与大昭和亲 其实目的招人若见 如果宇温柔 为了我而回绝了突厥 突厥大军 必会联合齐国大肆尽烦 好过 不堪设心 错过的我们 又白冷房 兄长 我已经完成了你的心愿 我 是该走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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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见时 的模样 你被二十纳公主 被暗花的泪 是我 在心头等待 一个轮廓 出大肆雨突厥联姻 本是国家大事 皇上 里应迎娶公主 还说我在 那为何我要看我 我只是把你当做真心朋友 所以 才留下来陪你渡过难关 现在大洲江山已定 不再需要我来牵制宇文户 所以 我也该走了 朋友 真心朋友 看着我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你为我流的泪 都是假的 你高口声声说 随武父皇权 只是在做戏 是 我是在做戏 所以我 好 既然是做戏 就得等散场 你要陪朕再演下去 直到这场戏散场 雨文又你做什么 演戏啊 朕不喜欢独角戏 演戏 参见王上 参见王上 聘身 Zither Harp 这里的家具 怎么和大司空府里的一样 真怕你不习惯 专门派人 从大司空府搬过来的 你 演完这场戏 朕就放你走 还记得这个吗 这不是 我之前丢的那把吗 那日在大司空府 你为我包扎伤处 我很喜欢你发现的清香 以后 我就一直把它带在身上 就好像 你在我身边一样 这不是 我让你为我画眉的笔吗 让我再为你画一次眉吧 还想走吗 天大的事交给我就好 如果 离开我才能让你开心的话 不行 我还是不能放你走 离人幽 你们两个把这个放这儿 是 说在那边 是 索性娘娘还是留下来了 像皇上这么好的人 娘娘到哪里去找 陛下 那是做什么的 这样是个秘密 皇上一直枕着 太后在她六岁那年 为她缝制的枕头 若离开了这个枕头 皇上便彻夜不能入眠 哦 哎 那 那 把它放在这儿做什么 快拿走 皇上和娘娘是夫妻两个 不放这里 放哪里 再说了 皇上可都下旨了 奴婢 怎么敢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拿走 哦 娘娘 皇上登基之后 第一件事就不忘宠戏娘娘 娘娘应该高兴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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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娘娘 您去哪儿 奴婢陪你 哎 娘娘 哦 那是盐 不是糖 哦 娘娘又错了 那是花椒 这才是桂花呢 娘娘 奴婢担心你这魂不守舍的做出来的点心 哎 真替皇上担忧啊 娘娘 嗯 你为什么刚才脸一直红红的 我 是生病了吗 还是 我哪有 好好好 娘娘还请加把劲吧 现在御膳凡的工人工女们都在外面耗着呢 若是娘娘一直这样耽搁着 恐怕整个皇宫都别想吃饭了 嗯 娘娘虽然有些不在状态 可做的点心还真是香 等皇上吃了 以后御膳房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她们可别想做出跟娘娘一个味儿的来 因为呀 这可是我们娘娘带着满满的情 浓浓的爱 做出的温暖点心呢 你呀 你那份儿跟你留着呢 这小嘴儿比点心还甜 多谢娘娘 毕香就知道天底下没有比娘娘更好的人了 江燕妹参见娘娘 嗯 他怎么也到宫里来了 还这么大张旗鼓 怎么 皇上以前好像很宠爱他 一个武技而已嘛 娘娘不是碧香多嘴 皇上以前在大司空府的时候就风流之名外传 现在做了皇上 不晓得有多少女人想要讨好皇上 你瞧瞧这个江燕妹一定想要霸解皇上才住到宫里来还带了这么多东西 不晓得呀要怎么讨好皇上呢 现在皇上是内忧已除 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内忧已除 外患却是接二连三 齐国囤积边界 想要渔翁得利也就罢了 此时最让朕头疼的就是突厥 偏偏这个时候救世重体炫耀兵力 无异于火上浇油 府邸抽薪 那皇上可有对策 上次被求保住皇宫对抗宇门户 马将军调动了边疆的守军 齐国想要趁虚而入 也是理所当难的 这两日 朕与马将军已然重新部署了边疆守备 只待大军回归边境 齐军自然不计而退 怕只怕 齐国已突厥两方联手 我大周就孤立无援 任人宰割了 皇上既已想出了突厥的用意 为何迟迟不见突厥使者 朕不能复了清索 不能复了清索 那在皇上看来 是江山重要还是美人重要 清索与朕生死远共 情深义重 江山则是先帝性命患的 攸关百姓 缺一不可 微臣明白了 皇上的意思是 那元清索 抵得过我们整个大周江山呢 吴臣 在朕的心里 不止元清索分两钟 您也一样 朕很欣慰 你终于可以自由出入 可见天日了 你说 要朕怎么赏你 不如就做我大周的大司空如何 以你的才感绰绰有余 皇上的意思是 想把您的大司空府转赠给吴臣吗 也无不可 多谢皇上美意 不过吴臣咸云也喝惯了 更无意祸害百姓朝廷 吴臣 皇上 此刻你还是想想该如何应对那突厥使者吧 朕还在想办法 总有办法转魂的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皇上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突厥和奇谷 还有诸葛无血和天罗地宫 想那诸葛无血用毒害死了先帝 难道就是为了协助宇文户吗 要说这个诸葛无血 偏居小春城 与宇文户并无厉害瓜葛 暗场里说 是朕当皇帝还是宇文户当皇帝 对他来说并无影响 他为什么会插手皇宫里的事 此事皇上不必费心 交给我就行了 只可惜 查抄了整个大中宰府 并未找到镇魂珠 大中宰夫人 袁氏也是宗礼 讲必此事与他有关 这个时候有没有镇魂珠 对朕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娘娘 清索已然答应留下来做朕的皇后 果然皇上争取了这么久 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鲁获美人芳心 本来就是朕的拿手好戏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初在大司空府便是美女如云 红颜无数 至于清索嘛 就凭朕的一身潇洒风流 皇上 清索他 他怎么了 难道朕有说错吗 清索他对朕 早就芳心暗许了 只要朕点点头 要清索芳心 轻而易举 手道擒来 皇上 清索 朕是说 演戏很累啊 我做了些糕点 给皇上 补补体力 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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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不早说他来了 这 皇上 突厥使者已在宫外等候多时 他们说 如果见不到皇上便不会管义 皇上 国事要紧 宣 是 圣上高玉 宣突厥使者进见 是 突厥使者二汉 参见大洲皇帝 平身 谢皇帝 赐座 突厥可汗 亭文大洲百废巨星 特派阿尔汗与舍地利前来祝贺 长途跋舍地利偶得风寒 未能一同进见 还望 大洲皇帝见谅 突厥与大洲 两方相邻 自然应该常来常往 请贵使 待朕向突厥可汗致以谢意 传队的旨意 派宫里最好的御医 前去管义看病 一定要将使者医好 是 多谢大洲皇帝 先使贵国文皇帝 曾几番向突厥提亲 一语联姻 而前不久 贵国大中宰宇文户 也一语诺皇上 与我国阿史纳公主之婚约 贵使可能还不清楚 宇文护着逆贼 谋杀先皇 已被朕亲手处决 皇上英明神武 处事果敢利落 实乃一代霸主 可我突厥可汗 并未知贵国朝堂巨变 已命我阿史纳公主 精心装扮来在两国交界 不日即将来往长安城 什么 两方联姻乃是大事 怎能如此操作 一根礼书细节 日前已与宇文大中宰达成协议 虽则宇文大中宰 被大中皇帝亲手诛杀 可阿尔汗也听闻 皇上宫中空虚 既然皇上愿意与我突厥交好 那何不趁此良机 朕知道 闻皇帝与突厥速来交好 联姻之事早有意义 可贵使也知道 朕国事繁忙 百废待兴 联姻之事荣厚在意 朕自会给贵国一个交代 怎么 大中皇帝竟要食言吗 文皇帝数十年前 便与突厥可汗商讨联姻之事 可突厥可汗屡屡推脱 并未应允 此番贵使突然造火 并言及公主已在边境 朕语然何来食言之举 这么说宇文户答应的都是假的 朕并未指令宇文户筹办联姻之事 也并未许诺宇文户可以带朕商谈细节礼数 何来真假 大中皇帝这是看不起我大突厥了 现如今公主已在边境 若大中皇帝一意孤行 那么宋亲的十万突厥大军 也不是好惹的 朕素知突厥雄兵罢了 可朕的大周朝也不是外强中干 两方连年交锋战火不断 不过是旗鼓相当罢了 可如今今非西北 大周上下一心 较数十年前时过境迁 只怕贵方此番出兵 也出师不义 出师不利吧 容我说句公道话 宇文户岳祖代仆 替皇上答应了联姻 实乃是国事 况且皇上当时并无反对 现如今公主已经踏上送亲之路 便没有再回去的道理 看来贵使此番前来 是带着战书来的 大周皇帝所言极是 退婚是侮辱我大途绝 要么打 要么联姻对付齐国 大周皇帝 你选吧 朕倒是颇喜欢表礼如衣的人 阿尔汗生性鲁莽 出言无状 还望大周皇帝恕罪 不过这联姻之事 阿尔汗还请大周皇帝三思 联姻之事啊 确实双方熄灭战火 共享太平的良方 这么说大周皇帝是同意联姻了 那在下立即发出讯号 宋庆队伍快马加鞭 三日之内便可抵达长安城 慢着 公主舟车劳顿 想必远途跋涉 已然疲惫不堪 倘若加快行程来长安城 跪体有损 岂不是误了大周与突厥的好意 大周皇帝这是何意 我不明白 稍安勿躁 朕但请公主 在边界稍作歇息 以待长安百官做足准备 便迎接突厥公主入朝 大周皇帝所言极是 公主长途跋涉确实需要休息 不过现如今 公主的送亲队伍已经到了边界 不宜停留过久 怕是会有损突厥可汗的颜面 还望大周皇帝早做决断才是 大周皇帝 请 宋客 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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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突厥使者来势汹汹 似乎忌惮 看来突厥可汗早有准备 想与我一起联手对抗齐国 但若皇上不答应与突厥联姻 突厥 势必以毁约为由 举大兵进犯周境 朕若答应 叫清索如何自主 一边是清索 一边是天下 皇上 娘娘 娘娘千万不能这样 哎 哎 你别走 哎 就没见过娘娘这样的 谁人见到皇上不是抢着八戒 倒是娘娘老把皇上往外推 既然是演戏 何必当真 娘娘这样说可就不公平了 皇上对娘娘真心 可是日月可见 怎能说是儿戏呢 好好好 奴婢不说了 奴婢去给娘娘拿明天的衣服 哦 对了 不晓得那个丫头这么不小心 既然把娘娘的帕子 丢在外面的花草上 还好闭上眼尖 一眼就看出是娘娘的东西 喏 洗干净了 又回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总是要纠缠 难道 我选择留下竟然是错的吗 你就是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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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你出去 这里是朕的皇后寝宫 朕不在这儿 你叫朕去哪儿 哪里都好 江燕妹那里 二十娜公主那里 哪里都好 反正不是这儿 要是朕说 朕偏偏喜欢这儿呢 你 你不走 我走 宇文佑 启禀皇上娘娘 将燕妹求见 宣 是 参见皇上娘娘 平身 娘娘刚刚还提到你呢 我 是皇上 皇上刚才还在问 姑娘何时进宫呢 奴婢今日刚到宫中 特意带了一些凤梨 向臣给皇上和娘娘尝尝 朕正觉得口渴 朕正觉得口渴 清索 你不吃吗 嗯 味道不错 还是燕妹心系 知道朕的心思 朕此时 面上平淡 其实内心火急 若心事不解 只怕天下大事 都难以处置了 清索 你当真不吃 可不要辜负了燕妹的 一番好意啊 朕好 皇上与凤梨 就交给燕妹姐姐了 我身子有些不舒服 想小歇一会儿 那你喜欢吃什么 告诉朕 朕就容你小睡 红红脆脆易浓 心心念念无情 一朝和风潜入梦 红遍之头 赵苍穹 是什么 想知道吗 想知道 就自己猜吧 奴婢本是想去拜见娘娘 没成想 坏了皇上的心情 不怪你 宫里的住所 可还满意 奴婢本是武器 身份低贱 皇上能在皇宫 为奴婢留了一席之地 奴婢已经感激不尽 怎敢妄言挑剔呢 这便好 你在大司宫府已有年份 即使朕做了皇上 也是不会忘了你的 日后 宫中的舞蹈教习 就骗劲你了 遵旨 皇上可是与娘娘小有嫌隙 皇上无需多恋 娘娘为人善良 对皇上痴心真意 就算是心里小有不悦 若皇上能真心相待 娘娘自是不会计较 周国大局出定 宫廷争斗 皇上自然是惨离万分 秦苏 你还好吗 长公 没想到这场逼宫 非但没对周国造成混乱 反而让宇文雍诛杀了宇文护 掌握了朝政大权 宇文雍表面风流 实则心思沉稳 是个劲敌 你我虽以公事为名潜入周国 实非心存敌对之心 日后双方是敌是友 还要看宇文雍的举措 殿下说得是 可我得到消息 周国政变 我朝边界主军发动对周攻击 战火炎灭 已拿下数个城池 唯有殿下所辖之地军民 遵守齐州蒙月 全部驻守边境 看来齐州两方之战 势不可 不止大齐 连突厥也蠢蠢欲动 我得到消息 突厥与和亲为由 宋亲队伍与大军 皆已到达边境 宇文雍要多一番思量了 要么和亲 要么俯辈受敌 可是 宇文雍既然没有爽快地答应 倘若他答应和亲 形势骤变 周国与突厥联盟 自然会危机大齐安危 殿下 还是歇回金庸城 再做决断吧 幸而你我来到大哲 事关国事军情 此等良机不如错过 殿下的意思是 刺杀突厥宫主 宇文雍不答应和亲 那是他咎由自取 若是他答应和亲 你我便多待几日 趁宋亲队伍 接近长安城之际 刺杀突厥宫主 突厥宫主一死 大周的突厥必起战获 我大齐便可趁室拿下周国 好计则 看来 大周又要风云迭起了 但愿宇文雍 能保亲左平安无恙 娘娘你怎么来这里 害奴婢好找 何苦来啊 皇上不过是信头上的一句话罢了 何必搞得这么僵 皇上两天都没来寝宫了 再这样下去 真要被那江爷妹夺走了 那宇文雍本来就是江爷妹的 不答应突厥的联姻 奴婢还听说 皇上已经择令大臣 拟定册封皇后诏书呢 突厥使者来势汹汹 可这联姻 是从闻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线下宇文雍回绝了突厥 又要册封我为皇后 种下了祸根 边疆势必战火灵器 奴婢不懂 娘娘既然如此担心皇上 又何必疏远皇上 皇上这几日 忙得连个影子都不见 娘娘难道就不心疼吗 娘娘 参见娘娘 免礼 这是在做什么 娘娘还是进去看看吧 皇上 这是在做什么 下去吧 是 你来得正好 朕今日 发现玉厨房空气不好 所以朕要在此地辟月走章 你 怎么 不喜欢啊 无妨 你按日常自由行动 当我不存在便是 奴婢参见娘娘 不必多礼 我第一次见皇宫的时候 也是五姬 所以 你不必拘束 娘娘果然跟从前不一样 出落得越发撩人 性子也伶俐 难怪皇上 难怪皇上对娘娘会情有独钟 听说皇上正在准备册封大典 要册封娘娘为皇后呢 情有独钟 不过 是她为了征服女子的手段罢了 娘娘如此 是错怪皇上了 奴婢看得出 皇上对娘娘是情真义切 关怀 关怀备治 皇上风流倜傥 在大司空府时 不算歌迹舞迹 但是燕云阁就有三十几个侍妾 虽然不比皇帝的后宫 可也差不多了 那又如何 皇上穿梭其中 怡然自得 直到夫人出现之后 情形便发生了变化 其实 皇上时常不在府中 即便在府中 他也对娘娘假作冷漠 可背地里 总是喜欢问奴婢 一些关于娘娘的事情 奴婢无缘接近娘娘 便从侍从丫鬟那里 打探到一些关于娘娘的消息 讲给皇上听 皇上望着远处 嘴角却带了丝笑意 奴婢侍奉皇上已有数年 知道该如何投他所好 只是那一丝笑意 奴婢就知道 皇上对娘娘是真的不同了 现在他做了皇上 依然钟情于娘娘 奴婢知道 就算是假的 奴婢这辈子 再也没有机会 装作被皇上宠爱了 假的 装 嗯 娘娘有所不知 这些侍妾与武吉 其实都是皇上 在做大司空时的幌子 皇上一心为了先帝 在宇文户 以众大臣之间左右逢源 未表无知风流 特地在这些人前 表示对奴婢等人的宠爱 其实大司空 大司空与我等有约 那只是 做戏罢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难道 你怨恨我吗 还是 你只是她的说客 替她说些好话罢了 不 奴婢不敢 奴婢 只是有些失落 若不是亲眼见到皇上 对娘娘倾心牵挂 奴婢恐怕还会对皇上抱有幻想 以为只要努力 总有一日 皇上会真心看上奴婢一眼 即便是做一辈子舞技 奴婢也愿意 可是这一切 终究是痴心妄想 那日 在大司空府的亭子里 皇上将我揽在怀里 叮扬扬跳舞 可奴婢知道 皇上的手势冰的 他一直忍不住 想要上情呵护娘 娄婢不知道 在娘娘和皇上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 但是娘娘 你真的很幸运 像皇上这样的男人 原本就把爱情看得很轻 可是他一旦对女子痴情 就一定是极深极深的 这对娘娘来说 未必是好事 皇上的爱即使极深 便是把双刃剑 很容易伤人伤己 他越是在乎娘娘 就越怕失去娘娘 但自古君王 为了天下便失去了自由 也许到头来 家住到皇上身上的 只怕是痛苦 何况 天下间的男人都是一样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皇上除掉宇文户 全庆天下 世间上哪个女子 不屈之若鹜 谢谢你和我说这些 说真的 如果你以后 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来找我 多谢娘娘 奴婢告辞了 自古君王 为了天下 就失去了自由 经过了这么久 我选择留在宇文雍的身边 难道是错的吗 时间 或许是一种解药 也是我现在 正在吞服的毒药 我该如何面对宇文雍 又该如何自除了 迷路了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你猜对了 皇宫这么大 我一个弱女子 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清索 你相信天意吗 你迟迟没回来 我担心你自己逃了出去 我派了许多人 在宫中找你 可真正找到你的人 却是我自己 那 不过是敢巧而已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原青索 你到底装傻 装到什么时候 曾经 一心想要逃离 如今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原处 这一切真的都是天意吗 可是为什么 天意却不告诉我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也许 今天所建立的一切 不过是 他招的一场空欢喜罢了 怎么会是空欢喜呢 你知不知道 从来没有人给我这样的感觉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就欢喜 哪怕你什么都不说 什么也不做 我也会觉得心安 清索 我说过 如果你不相信天意 那么你可以相信我 我自会为你安排好一切 把世上最好的送到你眼前 我是不信我自己 不信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娘 你醒了 奴婢刚好为您准备了粥 昨夜是皇上将娘娘送回来的 不晓得在哪里摘了这把花 娘娘不心动吗 今日须时三刻 于流盈林静后 不见不回 娘娘 这是皇上昨夜留下来的 娘娘可不晓得 皇上为了娘娘可是费尽心思 叠成这么精致的样子 娘娘 你不会不去吧 娘娘 娘娘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是 碧香 今天外面天气不错 我 想作画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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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都快干了 娘娘 你这画的谁啊 不会是皇上吧 我哪有画他 我画的是我的兄长 兄长 奴婢怎么没听过 娘娘还有个兄长啊 我说有就有 碧香 这画画得不好 拿去烧了 烧了 这画得这么好看 烧了多可惜 倒不如赏赐给奴婢吧 你 你要他做什么 奴婢要拿去挂在屋子里 日思夜想 原来咱们娘娘 还有这么一位 风流潇洒 英明神武的兄长 娘娘这书都看了一整天了 还是吃点东西休息休息吧 嗯 亲亲者鹅再比中鹅 既见君子乐企有宜 娘娘 奴婢记得午膳前娘娘就看到这句话了 怎么现在还是这句啊 现在外面起风了 晚上有些粮 奴婢给娘娘准备披风吧 这样的天气要是天黑了还在外面等 一定会冻出病来 我要去看看老楚 给他送进衣裳 哎 碧香 嗯 你帮我拿只茉莉花来 茉莉花 今天没采茉莉花呀 那奴婢现在去采 哎 等等 我自己去就行 那奴婢陪你去 不必了 嗯 这屋子里 今天怎么有股怪怪的味道 碧香 你记得用檀香熏一学啊 啊 娘娘今天怎么了 没吩咐奴婢采茉莉花 这屋子香香的 哪来的味道啊 嗯 哇 好多夜明珠啊 天空蓝色的雨 天空蓝色的雨 冷冷落在心里 梦中的身影 冬结回忆 默默的守候 只为你 只为你 盛开在悬崖的花 温热今生的牵挂 岁月中的你 常识的脸颊 我却红红翠翠一门 红红翠翠一门 心心念念无情 一朝和风潜入梦 红遍之土赵苍旧 难道不是梦 可现在 并不是吃樱桃的季节啊 这些 并非是这树上结的樱桃 我派人去采购了樱桃 趁你睡觉的时候 派人将樱桃灌在树上 你不会怪我吗 我不值得 你这样去打费周章 只要是最好的 我都会给你 宇文雍 我哪里值得你这样 不离不弃 用心良苦 虽然不及生生世世 但在你转身一切 我必定躺在这里 任君残疾 无怨无悔 宇文雍 你是想告诉我 今生今世 你会倾其所有 在我转身以前 绝不会比我先离开吗 你看透了我的心 我摸的守候只为你 盛开在悬崖的花 温热今生的牵挂 岁月中的你相识的脸颊 我却错过你年华 我却错过你年华 你染花的泪在心上不断强大 错过的我们有白冷房 可惜抚火的飞月 狂烈着火花 梦一长 爱和秒成杀 模糊了 初见识的模样 你今天外面天气很好啊 你还未曾出去 怎知天气可好 一带清早的 就来跟我抬杠 你觉得很有意思吗 来 把这个喝了 我特意命让我 这一世 让我思念 无相忘 今天 你不用上早朝吗 冒失三刻你还睡着 我就去了 索性今日早朝并无大事 所以 这才偷闲 给你送碗神汤过来 那 突厥的阿什纳公主 朕是一国之君 国事 当由朕来决定 记住我的话 我的心 只有你一个人 今时来时 永不相及 我们的心 你的心 珊瑰 永不相及 都没人 我们不相及 希望你自己 不相及 自由 让你不相及 实意 就行 离代 皇上 说 皇上 大臣们在御书房外等候 说 有要事要回禀皇上 我事要紧 我马上回来 参见皇上 万岁万岁万万岁 钟爱卿这是做什么 有事奏兵可进去再说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与国虎视眈眈 突厥大军压境 与突厥和亲之事 请皇上万万不可再托 请皇上速作决定 是啊皇上 皇上心力中功尚绝 我大周与突厥联姻之事 也是早有计划 皇上 圣旨一下 立计划干戈为玉国 何乐不为 眼下突厥使者愤怒满墙 执意离开 皇上当之后果 还请皇上三思啊 既然你们如此关心 朕后宫的事情 那朕 正好也有事和几位商量 朕决定 即日起 便册封原氏清所为皇后 啊 啊 请皇上万万不可 皇上当以国事为重啊 皇上 万万不可为儿女之情拒绝和亲 大周的命运存亡 竟在皇上的一念之间啊 一朝不慎满盘结束 请皇上下旨与突厥和亲 皇上 臣有所谓 突厥实诚 因为连日多日得不到皇上的召见和答复 已经在暗中有所行动 现在突厥大军 已经在边疆集结了更多的队伍 若此时策略中攻 是怕 朕知道 突厥大军已经禁止 齐国同样有所准备 等着伺机而动 此时该如何行动 如何平衡 都该从长计 是 皇上 自顾皇宫三千家里 不应独宠一身 请皇上以国事为重 皇上 古有妲己 保私募国 皇上不应重蹈覆辙啊 皇上 要以国事为重 以大周百姓为重啊 请皇上下旨 与突厥和亲 请所不是妲己报私 朕难以国之主 倘若连一个女子都保护不了 谈何保护我大周 保护我大周百姓 皇上 事情危急 请皇上早下决断 皇上不做决断 臣等愿常规不起 皇上三三四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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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心神不宁 皇上 娘娘 碧香 你来得正好 宇文英这个时候还没来 你被我去趟御书房 娘娘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啊 因为 因为我也没下雨 碧香 反正老储告诉我了 不能让娘娘接进御书房的 娘娘娘 娘娘等等我 皇上 卑职去劝了几次了 那些大臣都不肯走 派人松衣打散 皇上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清索娘娘与皇上情深意重 怎么会为了一个中宫之位 让皇上陷于不义 让大昭于危险 怎么 你也赞同朕 迎娶二十娜公主 不 但情势所迫 徐司徒以几位大臣用尽方法 托去使者只肯逗留到明日早朝 皇上 这件事情必须早下决断 要不然朝堂上人心将散 边疆上战火将起 我想这也不是娘娘所乐见 朕 绝不能复清索 快快快快点 快点 快点 把伞都给打上 诸位 你们还是早些回去吧 皇上不做决断 臣便故意死在这里 皇上早做决断 迎娶二十娜公主 为大周消灾解难 皇上 国事为重啊皇上 皇上 国事为重啊皇上 这些人太欺负人了 皇上娶谁是皇上愿意 怎么能这样为难皇上 娘娘 我说那帮大臣真是吃饱没事干 下那么大雨 还不赶紧回家 留在这里 处皇上的晦气 娘娘 你不必担心 皇上那么聪明 这事肯定能解决 参见皇上 皇上 外面天气有些凉 我去给你准备热茶 今日朝堂是多 我 我不好 让你救他来 你这一天都在忙些什么 我在想 这帕子上 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想再绣些什么上去的 我倒不觉得 可能 是我的绣工太差了 将这帕子缝得走量 所以才叫你觉得少了什么 嗯 好了 哎 我还准备了你喜欢的桂花砂糖糕 你尝尝 还是倾锁知道我的心 嗯 一看到这个 我就想起在祁国做人质的时候 哦 在敌国做人质 不但身边的人受人欺负 连自己都少吃没喝 喂 给我的 不要拉倒 要 要要要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从此 我就记住了这个味道 清锁 你怎么了 嗯 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你讲这些 心里就觉得很难过 先帝说过 你 吃过不少的苦 现在做了皇上 便不该再吃苦了 可我看你的脸 好憔悴 只要你能在我身边 就什么都是甜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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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太后有旨 要即刻召见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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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嵘 这不怪他们 你们下去吧 是 是 母后 母后 贵地要多保重啊 哀家 只是想知道 鳞在鱼里 是什么滋味 母后 我亲眼看着 肖敏帝哄事 看着冥帝也走了 我不想再看着大周朝流血 皇上 你心里如何想的 我最清楚不过 你重情重义固然是好 但大局当前 你可是一国之君呢 儿臣明白 你的心思母后明白 可母后的心思你可明白 儿臣不能 太后的心思 皇上自然明白 臣妾参见太后 免礼 谢太后 清索 你对皇上的情意 哀家都看在眼里 皇上对你也是情深义重 可大周朝危在旦夕 明日就是决断之时了 臣妾明白 皇上比臣妾更明白 皇上已经告诉臣妾 明日早朝 皇上会宣布 赢取阿世纳公主 赢取阿世纳公主 清索 自是体大 皇上 总会为了儿女私情 干物了国家大事 毕竟 赢取阿世纳公主 不是皇上一个人的事 是整个大周朝的事 清索 这正是哀家所乐见 皇上没有看错你 好孩子啊 皇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